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的面点 就像蛋糕一样渲软的玉米枣糕 吃起来特别的清香 平时吃点粗粮,对肠胃也比较好 今天的视频比较短 那接着我们就来开始分享制作 首先准备100克的红枣 我们这边产金丝小枣,特别的好吃 把枣糊去掉枣肉切碎 这样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大口吃了 接着在150克的玉米面里 加入200克左右的开水 刚烧开的水把玉米面烫一下 边倒入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均匀之后就放凉 放凉之后加入高筋粉300克 中筋粉也可以 5克的酵母粉 30克的白砂糖 最后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把材料简单的搅拌一下 然后活成一个面团 中途的时候把枣肉夹进去 成团以后不好用力 直接拿到案板上来揉 稍微揉的光滑一点就行 毕竟加了粗粮也揉不了太光滑 取来一个蒸笼 记得铺上笼布 面团稍微按扁一点 直接放在蒸笼里 蒸笼的大小是直径22厘米 高5厘米 接着醒发的时候 可以直接放在蒸锅里 蒸锅不用开火 只是放进去醒发 醒发到体积翻倍就行了 先取出来 然后烧水 等锅里的水开了 直接开水蒸25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焖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一款很简单的玉米蒸糕就做好了 很渲软就像蛋糕一样 特别的清香 保证家里人都爱吃 最近我们这儿降温把我给冻着了 刚去医院做完检查 没啥大事多喝点热水就行 临近过年了 大家也多注意 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今天的这些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谢观看